小男孩不肯洗澡 母亲居然拿出菜刀逼迫 见儿子依旧不动 母亲上去就是一刀 鲜血滴落下来 让他一时间有些晃神 男孩则趁机打掉菜刀 用力一推 母亲脑袋撞到了门框晕了过去 男孩无紧伤口跑到客厅 拿起桌上的手机 躲进阳台的洗衣机里 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第一时间下达指令 组成救援小队 队长询问男孩 现在是什么情况 只听那头用力压低声音 话音刚落 里边传来重重的脚步声 原来母亲已经清醒 正拿着刀在屋里四处搜寻 但她走了一大圈 也没有看到男孩 便换了鞋 准备出去看看 听到房门关闭的声音 男孩再次哭着发出求救 原来她是这户人家一周前收养的孩子 从进门起就没有离开过家 男孩根本不知道房子的地址 也不知道母亲的姓名 她唯一能提供的线索 就是从家里可以看到对面的粉色窗户 通过这条关键信息 警方迅速锁定男孩居住的小区 并派出一队民警前去救援 不过此时 母亲在外面搜索一圈 没有发现孩子的声音 也回到了家里 男孩听到声响 吓得用力屏住呼吸 可手机一个没拿稳 丢了下去 母亲拿起菜刀 缓缓推开阳台的门 她先是朝门后看去 并没有发现男孩的身影 接着突然转头 死死的盯着洗衣机 她朝前走了几步 却不知道想到什么 肩转身退了出去 藏在洗衣机里的男孩 总算是松了口气 但还没等她开口求助 门又开了 这次母亲挑起微笑 一步步走了进来 沉重的脚步声 让男孩的心悬到了半空 她一抬头 正对上母亲扭曲的面孔 下一秒 男孩撕心裂肺的求救 传进了所有警员的耳朵 她被母亲偷回客厅 用力甩到沙发上面 嘴里大喊着对不起 同时一个劲地往角落里说 队长强迫自己静下心来 捕捉背景里的声音 风铃 狗叫 两个关键线索 让警方迅速缩小了搜索范围 但此时母亲也发现了 正在通话的手机 她用力掐住男孩 嘴里念叨着 听到这话 队长一下就推测出 母亲在小时候 应该也遭受过虐待 她立刻改变了沟通方式 一步步安抚了母亲的情绪 女人终于醒悟过来 对于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 她看见儿子浑身嗜血 却还在不停地道歉 便恳求警方救救孩子 可突然房门开了 一个男人走进屋子 电话被直接挂断 等警方赶到时 屋里只剩母亲自己 而男孩不见了踪影 不管他们如何询问 女人就像湿了魂一样 呆坐在地上 没有任何反应 警员迅速将情况 汇报给指挥中心 队长根据刚才的皮鞋声 推断出是一个男人 带走了孩子 所幸时间不长 两人应该还没有走远 她让警员去屋里问问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 可以躲藏的地方 没想到管理员真的点了点头 随后递给了警员一杯茶水 将她带到地下室 可刚进去没多久 警员就瘫倒在地 下了药 管理员冷冷地看着她 说出了真相 原来她是女人的继父 这些年一直利用对方收养孩子 然后杀掉片包 在这之前 她已经用同样的手法 干掉了两个孩子了 说完这一切 她掏出针管 准备送警员上路 但警员突然抓住她的手臂 一脚踹了过去 随后拿出了 一直在录音的手机 原来她刚进物业大门 就发现了不对 因为管理员桌上 居然有男孩家的同款风铃 还放着一些虐童工具 所以在下楼前 她就吐掉了嘴里的茶水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最终 警方在隔壁房间救出了男孩 管理员也将在监狱里 蹭毁她的下半身 过时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日剧紧急指令室第五期 看到男孩平安获救 我也跟着松了口气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